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国防工业产品的原材料大多依赖进口 但若能在国内开发这些原材料 不仅可以减少军费开支 还能将其应用于其他产业领域 请看记者在国内国防工业原材料开发现场传回的报道 这是韩国自主研发的红外线光学镜头 将其安装在士兵的头盔上可以用于夜视监控 还可以用于汽车监控等以减少危险状况的发生 它的优点是与现有的原材料性能相同 并能实现批量生产 知识经济部与防卫事业厅将写手合作共同开发国内国防产业原材料 通过签署量解备忘录 今后知识经济部将主导开发国防原材料应用技术 而防卫事业厅则将开发出来的原材料应用于各种武器上 此外随着由专家所组成的国防原材料民官委员会的运行 民用技术与国防技术有望产生协同效果 知识经济部与防卫事业厅为了开发出十大核心国防原材料 计划到2020年共投入高达800亿韩元 国内原材料领部建行业进军国防领域 是否能够提高市场整体竞争力 备受注目